新北市警察封路进行酒侧拦检勤务 远警拿着酒侧棒路过车辆驾驶 摇下车窗进行酒侧 酒侧勤务本来是警方的执行重点 而在7月1号酒驾新法上路之后 不只拒绝酒侧最高开罚18万元 心智当中并规定如果驾驶喝酒开车 同车乘客连带受罚 从7月1号酒后驾车新法实施之后 我们除了配合警政署实施连续三天的酒驾大执法之外 针对酒后驾车同车的乘客部分 18岁以上70岁以下的乘客 我们一样会当场告罚 驾驶酒后开车违反公共危险罪 7月1号起连同年满18岁以上的乘客 一并要开罚600元到3000元的罚还 新北市警方连续大执法三天 夜间10点开始酒侧领检 希望有效嚇阻酒驾 算是可以稍微一点喝酒吧 因为毕竟乘客一定会知道司机有没有喝酒 然后我觉得也算是让 也算是群众压力啊 就是如果我之前知道我给他载 我会被罚的钱 可能也会进一步遏制这种情形发生吧 应该有 有 为什么 用这个 加重嘛 加重处罚的话就应该有 有点效力 驾驶违规喝酒上路 不只会害到自己还会造成其他用路人家庭破碎的案例不时传出 新智针对同车乘客开罚 酒驾零容忍 别让酒后驾车的悲剧重演 帐送幸福家庭 中家新闻林立吴志恒 新北市板桥采访报道